那我们都知道那个课纲的最终的核心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教程式 一堆人说写程式是为了教运算识文 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一看你的电脑老师上课 或者 平衡教电脑的老师是哪位? 上业人 如果你仔细去观察他上课 或者你去看别人 别的学校的老师上课 全国你全部去看 你会发现他们大概只有教写程式 一些科技的设备的操作 科技的软体的应用等等这些 全部教技术面 有没有人跟你讲 老师有没有上完课 然后跟你讲说这个东西 跟运算思维能扯上什么关系 我在学程式的过程中学完程式之后 我怎么样去学到运算思维 然后不是素养化吗?素养导向 然后我怎么学到这个运算思维的方法之后 我怎么用在生活上? 后面这一段 好像没人说 对不对? 没有听过人家讲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教 所以全国的国中小老师都在教技术 那就会变成说 百分之六 只有那两个人 一般那两个人有用 其他人都是浪费时间 那所以造成我们大家 听到写程式这两个字 听到运算思维这两个字 就会说 那个是知科的事情 所以你在看那个教师演习的时候 也看到运算思维 电脑老师参加的 跟我无关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非常唾弃这四个字 运算思维 我看到这四个字 我说一律不推 甚至他们那个年终考 师大年终考 教育部的年终考来的时候 我说你们这个运算思维的网站 为什么你们花莲县都是零人 没有人去上那个网站 我说很抱歉 一概不推 就是那时候是这样子